紧急通知 樱花小镇的校园里出现了一只人面魔猪 这个魔猪头上长着一对兔耳朵 人面魔猪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请小镇上的居民不要靠近学校 警方正在采取逮捕手段 请广大居民不要恐慌 爸爸 电视上说有兔子耳朵 那个人面魔猪会不会是妈妈呀 小五童 整个樱花小镇只有你妈妈有兔子耳朵 那个肯定就是你妈妈呀 我现在就去学校一趟 你乖乖待在家里 别乱跑 爸爸等等我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我能帮上忙的 爸爸怎么跑得这么快 一下子就没了人影 算了 我还是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吧 人面魔猪 你不要追我了 你是我的小五妈妈吗 我好害怕啊 真是可怜啊 臭兔子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 真的是我的妈妈 快醒醒啊 我是小五童啊 妈妈 你要怎样才能变回来啊 可恶的比比东 你整天造坏事 就不怕他们给你丢狗头吗 哈哈 我早就不怕狗头了 我为什么要怕 人面魔猪 快去把小五童抓起来 遵命 比比东大人 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谁能帮助我啊 嗯